这武汉肺炎肆虐全球 闹得人心惶惶 中国习福尔大S 急着搜购日本一万个口罩寄到武汉 诶 此举不止被台湾网友 跑红他天空 现在又准载到日本著名论坛 继续被日本网友开散啦 结果台湾人也是野蛮人啦 吃死啦 混蛋台湾人 不过就算被骂到臭臭 出头大S还是很淡定 日本是第一个捐口罩到疫区的国家 我不认为他们会这么说 老公陪着我啊 对的 他的老公汪小飞 当时也买了一万个口罩想寄回中国 但因应台湾政府禁止口罩出口一个月的政策 改成一半提供给S Hotel的员工和客人 另一半请里长发给李明 汪小飞说 这远千金零都是一家人 台北也是我办个家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强调绝对没有后此薄笔 希望大家互相包容 我不想再聊下去了 继续看到S帮的饭饭 卖完狗关后续如何咧 这皇后缺的皇后葛中山 出面替他画虾 你们呢 故意伤害他 其实是你们错 RT网友还是不买单 反倒引来沉不住气的粉尊 我没帮过台湾吗 OK 随便了 无语 诚心诚意地道歉了 你还需要我怎样才满意啊 吃死吗 眼见这场口罩论战越演越烈 可仲山只好把贴文给删了 我觉得大家也不要 就是这样子 hate这样 就是好像judge我这样 娱乐动新闻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啊 报导